疫情最大忧虑国家之一 伊朗三号暴增800多例 又有多名国会议员染病 伊朗爆发政坛危机 至少有23名国会议员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也就是说拥有290席的议会 有近8%的议员染病 基于卫生顾虑 现阶段国会议员暂时不再接见选民 就连紧急医疗部门的负责人都染病 还有伊朗最高法院院长的顾问 也传出染病丧命 由于越来越多官员沦陷 让伊朗民众人心惶惶 因为医疗物资根本不够用 一架在有联合国专家及物资的飞机三号降落伊朗 希望能协助控制疫情 但尽管伊朗成为大陆以外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伊朗依旧不愿接受美国援助 还批评美国再作秀 记者杨俊宗综合报道